高美市地自然生態豐富 加上日落美景 被誉為是國際級的景點 一生必有一次 每年吸引數百萬遊客 但這幾年原生種植物 雲林棺草少了一大半 因為外來種芦苇強勢入侵 以前好像比較冒 比較多一點 可能是季節的關係 今天沒有那麼綠 雲林棺草 放眼望去 芦苇的入侵面積 已經有三個足球場那麼大 壓縮雲林棺草面積 比前年短少了45.8% 農業局目前使用機械化方式 移除外來芦苇 近幾年因為颱風偏少 無法從外海帶來足夠的營養 提供雲林棺草生長 加上海流飄沙堆積 高美濕地陸化持續惡化 市政府已經請專家 找出有效的解決方案 大海新聞台中綜合報導 大海新聞台中綜合報導 ync超級лем性也不足 二個腳步